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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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冯老师是临床心理学博士 他出生于香港 以及加拿大 他分别在香港 美国和加拿大 取得法律 商业管理和心理学硕士 有三个硕士学位 后来完成博士心理学博士学位 他现在有三十多年的 民传心理治疗的经验 他在美国 加拿大 中国 从事服饰治疗的工作 他专产于婚姻家庭的治疗 个人心理障碍的治疗 儿童学习困难治疗 青少年心理障碍 冯老师96年到2009年 先后创办西安市亚登纳基金心理咨询中心 与西安和厦门市妇女联合会 合作创作心理咨询中心 从2011年开始 他便在精灵协和神学院任教 2011年至今 他在环球医生诊所工作服饰 冯老师著作等生 他出版的著作有聆听 困境儿童与青少年的照顾首次 心理医生笔记 我是心理医生 中国新教务心理辅导讲义等等 感谢主 我们底下的时间就交给冯老师 冯老师谢谢你 你辛苦了 谢谢刘老师 谢谢你的邀请 和刚才的介绍 在这里向墓长同工们文安 平安 我们在有机会 今天第二讲有关共鸣同感 心理之神的技巧课 共鸣同感是与受作人共情的能力 当你与受作人能够有共情到位的话 这等于你能打开他的内心 压抑的隐藏的情绪 有可能受作人不太确定 但是当你能够跟他产生共鸣同感 你就能够触摸到他 好像一些创伤的伤口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对情绪不太主张表露的 中国人是我们的文化是不主张流露情绪 所以我们在文化当中会讲到 英雄流血不流泪 甚至我们说这个人很厉害 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 这些是有深度的一个表现 是表扬的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 我发现很多人来接受咨询的时候 他讲不出他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他最多的是讲我很倒霉 我不舒服 或者讲出来 但是呢 讲出事件 但讲不出他的情绪来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如何跟我们的受作人能够达到共鸣 跟他能够产生共鸣 如果能够到位的话 他就会开放更多的信息 能够表达更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样呢我们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 比起的信任多了 他就更容易去表达出他困扰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共鸣同感呢 是帮助受作人把情绪 把它能够表达出来 我们再看公鸣同感 我们再看公鸣同感 随种沟通形式 我们尽可能去了解受人所关心的事 我们努力的把这个全打给他知道 所以不是你知道 你要他知道 你已经明白他 所以在谈话的内容里面 我们看看技巧 公鸣同感 看看 他的关系 无论你对受访人 受估人有多少的了解 都必须要全打出 给对方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用语言 给对方知道 语言表达出来 第二个呢 透过眼神 透过动作 全打出 我知道你的感受 我也能体会到 你现在所面对的内心的挣扎 此时此刻 我愿意与你一起来度过难关 这个是我们需要 让受访人 对受访人的反应 他也许他的困难 还没有正面做出解决 但是当他知道原来他的痛苦 你能明白 他会减轻他的焦虑 上一堂课我们讲到 语言只是占7% 另外93%呢 是透过你的眼神 你的动作 我讲一下 我们有一个受助人 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公鸣同感的 受助人的个案 一个六十岁的女士 她腰疼 疼呢 有两周左右 但是呢 这个腰疼使她心情很差 睡不好 吃不好 所以她丈夫呢 怕她忧郁症 带她来找我看病 但我知道她因为腰疼 所以呢 她讲她腰非常疼 那我语言跟她对话的时候 就说 我知道你难受 因为腰疼呢 影响的范围很大 这个是我用语言 来体会 我的受助人 她现在所面对 第二呢 我的眼神 可能我这个时候 听到她说很疼 她疼得睡不着 那我会摇一下头 我同情的眼神 因为知道一定很难受 第三个可能 她讲 当腰疼的时候 她的手就往腰里面摸了 那我会拍下她的手臂 这个动作 就知道 我理解 我明白 这个是我们公民同感 所用出来的 第二个 我们寻找她的问题的核心 那这里有一个 好像是一个公式 这个是帮助我们在 谈话的时候 所用上 带入受访人的情绪反应 你要试着往前走 往前找出她的问题来 她的困扰来 所以我们一般呢 我希望我们多用 你觉得因为 你觉得因为这个公式 这个谈话的开始 你觉得 我会跟受论说 你觉得很沮丧 自己没用 感觉到 感觉到太大意 因为上 两周 你洗澡的时候 滑倒了 把腰 闪了一下 这个是我跟她对话的时候 把她的腰疼 所带来的情绪反应 所以我就用 你觉得 这个公式 这个你觉得呢 一定是在 情绪反应 她经历 现在面对 经历的情绪反应 你觉得很沮丧 觉得自己很没用 觉得自己很大意 因为 因为就是一个事实 因为 上两周 你洗澡的时候 滑倒了 闪了腰 这个是个事实 在这个对话当中 受论就觉得 他只说他腰疼 没想到 你们有那么多的情绪 当我们把他隐藏的情绪表达 全打给受访访人的时候 他觉得舒服 原来有人明白了 他会回应 是的 老了 真没用 滑了一跤疼的 走都走不了路 晚上呢 翻身都不行 觉得自己非常无助 我晚上的时候疼的 自己都偷偷哭起来 但我用你觉得因为的时候 发现他丰富了 他把他的腰疼这个事实 丰富的在跟我对话 我说你觉得很沮丧 因为觉得自己没用 他真的是同意 所以他说是的 老了真没用 他不是白天疼 晚上也疼 然后疼了 哭了 一般呢 我没有告诉人我哭了 是不容易的 他表达丰富起来 因为我把他的感觉 讲出来 他感觉到很挫败 我跟他说 是你一定感觉很挫败 因为摔了一跤 这那么严重呢 影响到行动不变 连饭都做不成 这因为影响了他的生活治理 所以他的丈夫怕他有忧郁症 但我这样说呢 他同意 他说是 我责败自己 我也送了我丈夫的去 但是我喊他 喊半天他都不来救我 现在呢 没办法了 要他来做饭了 来看见我们对话 好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剥开 他不关是怪自己 不关是沮丧 他也生丈夫的气 因为他滑倒在洗手间 他大喊 但是丈夫不听到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门花呢 还有 这个花傻 不停的流的水 有声音 所以外面根本不容易听到 这个事 但我用你觉得 因为 你看见我们 在 双方的对话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深入 从疼 开始讲到 他生气 讲到 他沮丧 没用 无助 所以我们在 你觉得方面 我们自己要丰富 情绪 灌一个名词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当我跟他 跟受众 对话的时候 就发现 他的情绪 好像 一开始时候 不太会表达 现在表达很多 所以 主要是我帮助他 把情绪 灌一个名 你觉得很沮丧 你觉得很 无助 你要觉得很生气 他同意 同意了 他就好像 把隐藏在里面 一些负面的情绪 一个一个把它 讲出来 那这个呢 是 我常常用的 在创伤压力后遇症 用的一个叫 叙述疗法 当时就 大量用 你觉得 因为 来引导他 把一件事实 在事实发生之后 一大堆的负面的情绪 把它理出来 所以 我们自己要丰富 自己对 情绪的 形容 你跟受众对话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可以得生命中 我们再看下一个 公民同感 正确的公民同感 我们全答了 正确 我们信号已经全答出去 他要点头了 那如果 他觉得我们全答的 信息不正确的时候 我们也要接受 不要争论 不要 不要跟他分析 我们应该也学习 跟他讲到 最近散了腰 导致到心情不好 那我们可以 听完了他 在互动的当中 听完了 把故事描述 我们让对方 表达完 这个要对方把 他的故事表达完 然后我们再回应 我听见你说最近 闪了腰 导致到心情不好 因为以前你是 自己动手的 你是独立处理家务 而现在呢 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呢感觉到很沮丧 要别人帮忙 生活不能自理 对吗 当我们这样互动的时候 好像把他整体 这件事实 把他做一个结论 就是刚才我们的互动 讲话的互动 产生的 这个叫整体心回应他 好像给他做一个总结 有可能 对方不是那么丰富表达 我们就要选择心的回应他 我的目的呢 是要帮助受访人 能够容易表达出 如果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 讲对了 他会有反应的 他会点头 或者是他会说 是的是的 正是这样 如果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 是不正确的 他也会说 我的意识不是这样 或者是他会摇头 当选择心回应 我会说 你倒上来 爬不起来 爬在地上 一定觉得很无助 因为 你的淋浴房里面 没有东西可以支撑你站起来 爬不起来 你一定会很害怕 因为不知道山在哪里 我发现对方 他说 嗯 当时我不是太害怕 因为我说他 你会很害怕 他 他已经跟我可以坦白的互动 他说 我并不是太害怕 因为我说 你跌倒了 不知道山在哪里 不能支撑自己站起来 所以害怕 他很用心的听 一起讲 一起互动 他说 我并不是很害怕 只是呢 淋浴的水不断的流出来 我才害怕 他说呢 我只是去洗澡 我没打算洗头的 但是他淋浴的水不断把我冲了 我倒下来之后 我变成了整个人都湿透了 所以我们两个讲到这里 我们都笑起来 因为想象这个图画 他这里讲的时候 他也笑起来 因为倒下了 爬不起来 地太滑了 让你没有办法有视力点 没东西可以抓住 他就笑了 他就说住手 没想到 这个洗手间 原来什么东西都撑不住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对话呢 就更清晰 明白他当时的状况 明白受访人他的情绪反应如何 这个就给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看见 我的公民同感用对了吗 我跟他讲的话 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面呢 我们是不是同一个频道呢 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图 如果寿砖 陈述了他的经历 他的故事 发生的事实 发生的事实 那我们同感的反应 跟他对话了 但如果正确 我们看看你的左边 如果我跟他的谈话正确 收成就会证明我是正确 他会点头 他会说是就是这样 然后再进一步把他的故事再丰富 如果我说你跌倒跑不起来一定很害怕 他觉得我讲的不完全对 所以他就会暗示我 所以他就会暗示我 当时我并不太害怕 我不是害怕跌倒 他想告诉我 我说害怕 倒了之后 没办法去挂那个淋浴的水 他会讲出来 我顶跟着跟他重述 修整了 知道了爬不起来 那个水不断的上雨 洒上来 那连头都洗了 所以他的从 原来从不开心的讲这个故事 他讲到这里了 他自己都笑起来 然后我们就两个再进一步澄清 我们的对话 听懂了 你的害怕 如果光是跌倒 你的害怕 还是水不断的流 然后我们就再对话 公民同感的使用 我们不是来分析他 他是怎么跌的 怎么倒的 为什么倒了站不起来 我们 我没有与受访人做同盟 我跟你是同行的 我 好像跟你伴着 因为一般去看医生呢 是上下关系 医生检查完 他会告诉我们 你什么病 诊断了之后看药 我们只要听从医生的治疗方法 那我们这样的一种关系 但心理咨询呢 就不是上下关系 我们是同盟关系 我跟他同走的 他怕 他在嘴上他无助 我要明白他 第二个 自我贪深 我们与受访人一同 他让说他关心的事 我们要注意在他关心的事实上面 我们的焦点 他放在他 他散了腰 导致到心情不好 因为腰疼 什么都做不到 要没有办法治理 慢慢的就负能量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要放在他的焦点 第三个 我们要证明 彼此的验证 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他因为跌倒散了腰 所以没有办法 治理能力失去了 早知道他的压抑正假 早知道不开心 晚上没法翻身 所以睡不好 我们好像在彼此的验证 我听懂了 我也没有听漏掉了 最重要的没听清楚了 第四个是提供支持 在这种过程中 是个工具的夹动 在我们一步步 往前推送的时候 还是朝着这个焦点来推送 语言中表示出 我关心的腰疼 我鼓励你 你没有去看股科医生 治疗开始了吗 而不是批评他 你拿了药为什么不吃 为什么不好好吃止痛药 所以你的药疼到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 当我们批评他 他都会不再说话了 因为我不是了解他 我不是来听他讲话 我是来指导他 第五个 我们的讲话要有润滑沟通 我们的对话 听的人 心里舒畅 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 让他听的时候 心里畅快的感觉 不会觉得我跟你在争辩什么 你这个时候 因为腰疼所以做不了家务 那现在谁给你做饭 买菜了 这个就是我所关心他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在这里也鼓励他 幸好你的丈夫能承担家务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要跟丈夫一起 他也能承担家务照顾你 这个是让我们的讲话 能够润滑起来 他觉得很自然的表达 我们要集中注意力 把核心的议题 接在刚才我说的焦点上 焦点是腰疼 大人是如何康护是很重要 是来访者最关心 什么时候不疼了 我们不是骨科医生 我们只能把他的情绪表达 你现在 如何进入康护呢 你丈夫如何帮你 让你的腰慢慢能够好起来 或者是医生的医疗 你觉得有帮助吗 然后他会说 医生叫我休息 医生叫我吃着祸 卧床 还有呢要我吃药 还有要我每三天就要去做 退拿 在医院里面做针灸 等等的 康护的手段 然后我 会把焦点放在 能减轻你的腰疼吗 做这些的医疗 你现在晚上睡眠 还能睡着着吗 睡眠的质量还能改善吗 这个是我们集中注意力 放在这里 如果他 在睡眠的时候没有办法安舒 是因为 不是因为腰疼了 因为别的他所焦虑的 另外别的事情呢 然后我们的话题 就会慢慢转移 但是这个也要给他知道 给他明白 我因为腰疼 引发出什么来 第七个是要约束我们 不要问太多不恰当的 非问题核心 如果他说到 他腰疼在洗手间滑倒 所以散了腰 如果没有热书的话 我们听了听了就觉得 为什么你的洗手间不装一个扶手呢 为什么你洗澡的时候不加一个地窖啊 或者是你应该放一个椅子 在你的淋浴房里面 你坐着洗 然后就没那么容易滑倒了 甚至呢 问他 为什么你当时那个 以后你的浴室的门呢 就不能关了 要打开 让外面人能够听到里面有什么 需要帮助他也可以马上进来 那这些并不是他的焦点 我们也需要自我约束 有时候我们做咨询员呢 讲个别的地方去 引发了另外一个焦点出来 所以必须要有一点的约束给自己 好 曝露 如果按照上一节课 我们看到做人模式 有三个不同的图 那我们就从当前情景 如何进入一个理想情景 过去的事实 和你现在的状况 我在哪里放在 我在咨询里面的四例点 我可以问受住人 你希望什么可以减轻 你现在心里面的不舒服 腰的疼呢 使你能够生活舒服一点 或者容易一些 或者使你的心 舒畅一点 可以问他 他也说呢 如果我丈夫 能够做好饭 不要我出来吃 他可以搬到我的房间吃 有可能我就不要爬上爬下 他有他的要求的 所以呢 有一些 我们希望受住人想要什么 按照他要什么 按照他想去的方向去 甚至他说 我希望吃了早餐之后 有人可以扶着我 自己上洗手间 我不要 好像自己是个废人一样 什么都要靠 好像住在医院 那连下床都不可以 他有他的提出来 那我们就看一下 如何铺这个路 帮助受住人 有系统的 从当前的情况 再进入一个理想的情况去 公平同感的品质 但我们用语言治疗 不要我说太多 要听对方说太多 这么同工都很习惯讲话 所以要学会 如果聆听 让他说 我们听 给时间给他思考 有时候他会停的 不要太紧张 停一会是可以的 因为停的时候可能他在思考 我应该怎么再说上去 使用一些他能听懂的 言语 说出他问题的核心 令受访人能够听得明白的言语 他说他腰受伤了 那我就说 可能你是第1第5节 关节腰椎盘拖住 那我好像来做骨科医生了 他人腰椎盘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跟他讲 他知道他懂的 那些语言 第三个 当然我们也不能没反应 让他沉默地做 我们可以点头 我知道你难受 我知道你一定很疼 所以你的心情会很差 把他的感受 把他内心的情绪 让他叙述出来 不要发问问题 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他的感受上面 也不要沉枪乱掉 这个呢 是说法人觉得 看来找我们谈话 我们不显谈 什么叫沉枪乱掉 你说 姐妹啊 人老了就会容易跌倒的 把骨头呢 现在很脆的 你坚持一下吧 坚持一下慢慢就过去了 谁没有跌倒过啊 慢慢就没事了 这些就是沉枪乱点 我们有时候去安慰人 很坦白说 安慰的话不当位 所以听的人呢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 你发现听的人 他没有太多的回应 这等于 你只是不显 甚至我们很容易教导他 装一个扑手吧 要怎么怎么吧 这些呢 听得不舒服的 这个是 我们所用到 公民同感 把受助人的 经验 他的 情绪反应 他的行为 透过谈话 了达出来 舒缓他内心的 不按情绪 不是一问一答 而是我们 与受助人一起 向着他想去的目标前进 给受助人知道 你陪他 虽然我不是陪他生活 但是我对话的时候 给他感觉到 我是跟他同一个频道的 也帮助受助人更有效的 他的寡女 他现在面对的困扰情绪 不是受助人听我的 而是我聆听他 他希望什么 他的目标想达到什么 让我们如何陪伴他 走向理想的前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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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